NEO 聊世紀 天天榮心 大家好 我是NEO 今天是要來看大陸P2人 對上波蘭人 這場比賽是Day4的比賽 OK 這場地圖非常特別 開局兩邊就在隔壁 WTF 波蘭人道特 現在講一下道特 這個開局也太刺激了吧 波蘭人在這個情況下 他的塔攻會十分有力 因為他的村民會自動回血 用這個聰明的血量去交換優勢 是在適合不過的一個選項 而且波蘭人挖金礦會產生黃金 所以對自己的整體經濟有一定的幫助 那波蘭人他的工兵文明 他的工兵也是OK的 也有這個拇指環三級射強弩 所以實質上打這個工兵是OK的 哇 這個羊居然從TC裡面偷出來啊 我的天 有這回事 這就是四季長青術葬送的福利連道特 實際帝國版 居然這樣也透得回來 一定要非常豐富的經驗才辦得到 好 那這張開局非常接近 兩邊就在隔壁了 那看一下野外資源 野外資源一樣有附金附石野金 石頭部分稍微少了一點點 三塊三塊就跟一般阿拉伯的野食差不多 但是他有野果啊 但這個野果感覺只是裝飾品 正常人不會去吃喔 除非你是法克人或是葡萄牙 想要多一些經濟加持喔 才會去吃果子喔 好 那波蘭人還有什麼特色喔 主要是他是全能型的文明喔 步兵騎兵工兵喔 波蘭人都可以使用 而且後期有火砲大衝車 整體玩起來喔 波蘭人算是戰術性十足的一個文明喔 但是他的問題是很難防守大莊園 大莊園很容易被騷擾的話 就很難正常農起來 畢竟他TC旁邊喔 正常不會去灑田喔 都會直接去大莊園灑下農田喔 增加自己的經濟優勢 所以像這種地圖非常接近的情況下喔 大莊園該如何防守 是DOT這邊的重要問題要去解決的喔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達洛匹圖人 達洛匹圖人最大的特色 是他升級時獲得200木頭 那這個效果 不管是讓他要點這個速彈道學 還是要讓他打工兵開局 或是讓他撒農田經濟友 在大幅度的增加都是一個很好的一個效果 那達洛匹圖人的相攻呢 也是攻擊儀速度蠻快的文明的喔 那達洛匹圖人戰毛兵也是OK的 那他後期喔也可以打強弩 那他的步兵跟騎兵呢 那點一下烏之鋼之後 有無視裝甲進行傷害攻擊的特性喔 所以達洛匹圖人喔 實際上玩起來喔 是一個不弱的文明喔 那最重要的是他的搭配 是要怎麼搭配是比較困難的一點 好 那達洛匹圖人呢 在這個海戰之中 他有這個漁船加兩倍落的效果 在以陸地戰來說的話 他就只有只剩下升級加兩百木頭的效果 所以達洛匹圖人在這種接近戰來說 是相當劣勢的一個情況喔 好 這邊看到道特在後面補了一個大中原 把大中原往後開 那前期呢 大家都是在吃這個 綿羊啊 哇 這張地圖其實綿羊很多喔 那道特剛剛還直接偷拉了兩隻羊過來 所以道特這邊吃羊可以吃的長長久久 好 再把這個路推一推 那大可這邊居然沒有推道特的路回家吃喔 其實離這麼近 這個距離就跟阿拉伯的距離差不多了 推回去吃應該是可以的 看來大可是蔣伍德啊 好 突然道特已經點下支部技術 光劍世代升級上去 準備要來打塔弓了 十之八九是打塔弓喔 這個不打塔弓 對不起自己啊 尤其這種距離越近的地圖 打裝甲塔優勢就越強 因為裝甲步兵第一時間 就可以到敵方家裡進行騷擾 好 達可這邊要按步兵阿 那WT圖的步兵科技呢 是半價的關係喔 所以前期投資裝甲步兵喔 也是有一定的優勢喔 成本夠低 用起來特別舒服 好 奧特這邊補了一個軍營 但是石頭部分現在不打塔弓的話 是很難守住這塊石頭的 這塊石頭很關鍵 不然就是要到非常遠地方去採石頭了 不知道道特有沒有偵查到 好 這邊看到左邊一隻棒棒已經走出來了 現在道特封劍世代還有30秒 那以時間上來說 道特的插塔是有優勢的 但是沒有棒棒的加持 打盆明明過來騷擾 會稍微有點干擾到 欸 這隻戳魚是怎樣 走錯地方啦 好 趕快用TC去射這個戳魚 直接秒殺 好 道特這邊肉馬只剩下一滴血 所以肉馬也不能去追對方的肉馬 好 馬上升到封劍時代 是打了一個馬舅 居然沒有打塔弓 哎呀 波蘭不打塔弓這麼近距離 看起來是有點可惜喔 OK 打了P2 果然投資了裝甲步兵 畢竟這個裝甲步兵半價 真的是很便宜喔 七匙肉就可以點下 但是點完之後還可以點個一級龍 也不斷穿喔 哎呦 只是點個一級龍 點個一級伐木 哇 直接軌轉攻擊 哇 這個科技補下之後 這個民兵系的食物消耗就會下降很多 那這樣應該是打了P2想要打一個裝甲步兵全力壓制 那道特這邊是轉肉馬 畢竟波蘭彩肉快了 但是其實波蘭人在這個時候 他的彩肉並不會特別有優勢喔 一定要開始灑下農田喔 等一下一級農田之後 加成才會大幅度的上升喔 所以實質上 現在破蘭人對於這個情況來說 是沒有任何的經濟優勢的 他就只是單純的柴果子吃肉 那等到長長停之後 才會有這個經濟優勢的出現 好 下方稍微微一下 裝甲步兵要來了 槍兵也在追在後 看能不能用槍兵戳到一下肉吧 好 裝甲步兵直接開砍大中原 後面有繼續補裝甲嗎 沒有 不裝 補這個長槍兵 從天補了很多 但是這邊是沒有打算要補一級伐木喔 但是道特這邊是有補一級伐木 好 轉出了毛病 四隻肉馬 看一下這個情況 這四隻肉馬要不要去對方家裡繞得到 現在對方家裡一隻槍兵都沒有 看一下能不能抓了幾隻村民 但這邊村民其實蠻多的 第一時間應該還是可以用村民反擊回去 好 下方這個位置 大中原稍微修理一下 好 點下了一級農田 右邊要補一個大中原 因為這裡的羊已經吃完了 大家就會發現 柏蘭這個時候才開始撒大裝原 跟這個農田 所以經濟加成並不是很明顯 所以這個就是 之前一級伍在說的柏蘭的前期問題 這是他經濟加成 實質上到城堡時代跟封建時代中後期 才會有明顯的感覺 所以在初期的時候 柏蘭是很容易被壓制住的 好 除非你打工兵 你就另當比分了 OK 那柏蘭人這裡是不打 工兵 有轉出現場 但是轉的是毛兵 沒有挖金礦 好 這裡裝甲步兵越來越多 五隻裝甲 那上方的毛兵 現在被反打回去 肉麻趕快來救一下 好 裝甲步兵 一直給壓力 現在需要兩隻村民來修才修得回來 好 正面這裡有一波大打鬥 果然還是要來插塔嗎 受不了了 受不了了 突然不打插塔 就好像玩朝鮮不插塔的感覺一樣 這麼近一定要插塔的吧 好 第一時間是收掉對方的裝甲步兵 這裡毛兵有這個射程上的優勢 但是攻擊速度有點慢喔 被肉麻打很痛 這裡直接變成村民村鬥戰 漫長 這個村鬥有點強啊 波蘭人這邊是有點厲害 擊殺掉了達魯皮圖四隻村民 現在波蘭人只損失了一村 但還是有被擊殺的喔 雖然村民會回血 但回血的速度並不快喔 是慢慢緩慢的回血喔 好 這裡大莊園 修理修到一半突然不修了 好 這裡低調木牆 想要走 但是對方裝甲步兵馬上追了過來 後方大中原已經燒成這樣子了 好 前方又再次開打 大可決定要來開始踩石頭 插劍塔了嗎 現在大可已經死了五隻村民 道特現在目前看起來是還想繼續塔工 繼續插 好 馬上在農田的旁邊補下了一根劍塔 這裡要考慮直接繼續按裝甲步兵出來砍喔 畢竟均勻就在旁邊而已 好 繼續出裝甲 裝甲給的壓力很大 好 但是劍塔一出來 裝甲步兵可能就難受了 好 當然這邊道特也很難受 這裡可以直接手撕劍塔 道特這根劍塔應該是沒者 而且也沒有挖石頭 也沒有辦法補第二根塔 趕快來挖吧 好 這根劍塔直接有點擺給了 而且又是人家均勻的生產地 直接可以在劍塔上面了 產生步兵了 好 結果下方的村民最後還是 勝利逃生 但是裝甲步兵實在是太多了 封劍大戰 這裡道特可能要趕快轉出攻兵來了 裝甲步兵正式越來越多 好 這裡村民直接過來開扁 裝甲步兵 旁邊來了一大堆 六隻裝甲上來 對著村民一陣爆砍 道特要用村民去反擊的話 還要一直一直控制 但是裝甲步兵不用 看到誰就砍誰 道特的死傷開始出現大幅度的提升 村民處已經死傷來到了五村 第六村也準備要來到了 哇 死到七村 但是WP圖也是損失到了七村 六村 兩邊都是死了非常多 這波封劍大戰 兩邊打得有點平衡 死傷並不是非常明顯誰列誰優 OK 看起來道特是稍微有點反擊了 回去了 但是這個裝甲步兵數量還是很多 四隻裝甲 結果現在大陸P圖用自己的裝甲步兵的優勢 打出了傷害 還順利控到了波蘭的石頭 那就很傷了 道特應該要先守住自己的這根石頭採礦地了 好 再慢慢聲插進去了 其實也不會太遠 這個離對方家裡誰太近了 開局就在隔壁啊 明明不是游牧 卻在開局就在隔壁 好 下方看到一個果子 欸 再吃一下 免費的果子 好 前放射箭場 蓋得太外面 被手撕掉了 這也是沒辦法的事情了 趕快來挖金礦 WP圖轉出了一擊拔木 終於要開始想到了 自己經濟太好 好 兩隻肉馬還在撈 看會抓掉一隻殘血的村民 然後這裡的村民血量不多 上去打一下 抓個一村 四一村 有機會喔 現在WP圖沒有在看這裡 好 打完之後才發現 欸 隨手一敲 還是敲掉了一隻肉馬 好 右邊這裡要再繼續擦 擦箭塔 OK 我們開頭提到的 哇 這個不是擦箭塔 這個是想要直接奪農田 然後滴田嗎 直接拉村民 碰人家的農田 然後就可以刪除掉 但是 這邊滴了之後 又把農田搶回來 哎呀 沒有滴到農田 但是這裡裝甲步兵很多 直接開砍村民 這裡村民再次上前想要開打 哇 裝甲步兵這裡傷害很高 好 砍村民很痛 道德這邊只用弱馬 真的太吃力了 好 突然這裡用村民反擊回去 在下方這裡有一隻裝甲步兵也在打 後面有箭塔繼續進攻 哇 難得看到道德這邊四處都被搞 前八箭塔 後方也有箭塔 道德選擇先去顧右上角的位置 右上角這裡有非常多的村民開始往前 後面有攻兵開始輸出 反擊這些裝甲步兵回去 這個箭塔蓋到55%選擇了放棄 因為後方的攻擊手越來越多 裝甲步兵的優勢越來越少 洛馬這邊 數量也開始變多 四隻 但是後方這根箭塔還是會被蓋起來 哇 這就尷尬 這個是道德的主金礦 好 道德暫時沒有辦法解決這些箭塔 而且還被圍起來 好 現在兩邊村民樹 四十村對四十村 村民樹是相差不少 好 下方金礦被控 那我們就轉往打這裡挖金 那希望道德會看到這根石頭 就可以去挖 防守來說會稍微比較沒壓力 好 這裡繼續按這些裝甲步兵 但是道德的弓箭手快要成型了 然後來到十隻左右 這封箭時代是一個很可怕的殺傷力 大陸地圖一定要轉毛兵出來 好 回一個射箭場在這裡 這個射箭場能蓋起來嗎 那五隻弓箭手 射這些臭兵很快的喔 看起來能蓋起來 太多能蓋了 那達龍皮圖的毛兵攻擊速度也很快 所以這邊趕快轉毛兵 對他的優勢是非常巨大的 好 道德這裡是繼續轉出了弓兵單位 達龍皮圖上方槍兵被戳掉了一隻 好 點掉了一隻 拉走拉走 哎呀 這一隻弓兵很危險 很危險 好 八隻弓兵越來越多了 好 這裡裝甲步兵能做到事情開始變少 毛兵一出來直接被弱馬給擊殺 好 道德這邊準備升城堡世代 所以沒有按太多的兵力 這裡弓兵可以繼續補 弓兵其實數量可以再多一點 好 城堡世代補下 繼續補下了弓兵 好 那這邊殘血肉馬 並沒有回家待機 待會以上城堡世代可以先下一隻 這個修道院補生旅 稍微補血 也可以防止對方的相攻 看達龍皮圖本身沒有騎兵線 所以不用太擔心機動性能單位 只要稍微提防一下輕騎兵就還行 好 就過這隻 槍兵一直守在這位置 道德沒有機會做到任何事情 待會道德應該是會先補下一個工程器製造所 開始前壓吧 先壓制對方城鎮中心 這裡補一個馬舟 唉唷 看來是想要爆馬 爆騎士上去 城堡世代初期最強大的單位 就是騎兵了 起兵一燈場 變之有沒有 這裡要不要點個一擊挖金呢 把這個金黃挖快一點 好 下方把自己圍死 伐木 但這邊還是有個洞啊 有沒有發現呢 好 達克加率現在是還不錯 但是生時代是非常痛苦的 因為毛兵跟裝甲按太多 造成現在沒有辦法升級時代 那這邊會不會變成一個升級勸退呢 然後城堡時代升上去 點下弩兵二級射 那達克應該是有意識到 對方已經升級了 但是兵力依舊很多啊 好 這些裝甲步兵 努力給輸出 後面的弱馬過來 開始砍村 砍後面的毛兵 好 裝甲步兵回頭反擊一下 裝甲步兵顯得很沒有主動權 一直被溜 步兵出來了 裝甲步兵怎麼辦 這一根劍塔能蓋嗎 要確定耶 這根劍塔沒蓋起來就要爆了 裝甲步兵直接上前 趕快去防守 但是騎士也出來了 騎士兵力出來 甚至連裝甲也打得贏 這時候道特可以講那個字了吧 穩了吧 怎麼出 這個 這個真的蓋不起來 哇 道特這一波打下去 道特打出了GG 我們恭喜 道特拿下比賽勝利 哇 直接使用槍棋 啊不是啊 攻棋 就拿下敵方了 這個雙馬就 出這個騎士 然後直接讓弓箭手 轉為弩兵二級射 然後再補下工程器製造手 直接秒殺道特了 那道特這邊最大問題 應該是出了太多的裝甲步兵了 前面大概出了十隻左右 應該就緊繃了 就後面喔 打完那一波又出了十幾隻 最後出了四十幾隻的裝甲步兵 這不算是暗過頭了 好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 是由道特拿下支援上的勝利 總共是出了10頭 石頭雖然輸了 但沒關係喔 黃金贏了快一倍 十五也贏了一起 快要600多左右 整體上看起來 忽然經濟還是不錯的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 就差不多到這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我們下次見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